这两天大家热议的话题 很严重 好这个是在H3大圆柏的 保龄茶室的食物中毒情况 目前是持续扩大 那已经有两人死亡 那还是不断的在增加一些伤者 那甚至星座有五位已经在ICU 就是一双叶克膜了 这个情况很严重 包括还有人说 有人也是吃了这个果仔条 在台南这50岁的女子 结果出现了茶色尿 但目前意思还是清楚 那结果他们说法是 他的蛋 因为还有就是华蛋果仔条 有人吃了 这也是有这种中毒的情况 说那个蛋吃起来很生 然后降味很重 不知道是不是要掩盖什么 好那现在蒋万安的处置 他今天早上又冲行政院了 他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 他说不排除人为下毒的可能性 就让中央协助跨机关部会 来统筹调查 那如果家属同意的话 就会对保龄进行假扣押 那台北市政府24号 事实上接获新北市府通知之后 就要求卫生局机查 而且对工作人员还有食材采集样本 现场也针对缺失的部分要求店家即可改善 那么除了当天勒令店家停业之外 也要求其他的分店停业 那这件事情呢 当然也有中央层级的部分 王毕胜呢就直接说这件事情是真的非常罕见 不排除有下毒的可能 那24号台北就有收到个案 但没有办法判断 是不是由食物所引起的死亡 中央在26号知道 有其他个案就赶快介入 王毕胜说 这不能太苛责北市的第一线人员 因为这个案子跟一般不太一样 一般来说食物中毒都是集体的 但是各自去吃饭 经过媒体报道才去回溯 所以这起食物中毒事件严重到 甚至发展到肝衰竭 不行法院针对农药还有毒物整个盘查 需要验微生物等等的食药署也会帮忙 所以现在大家只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但是其实已经开始有人在搞政治了 台北市政府就批评说 动作太慢慢半拍 怎么是什么 原定在昨天 民众党那边还说是拖了一个星期之后 才开始处理 但是北市府这边也立刻做了回应说 没有24号他们一接到新北市府的通报之后 就立刻去集查了 并没有拖了一个星期 所以民众党发展人员陈志涵呢 他也就改文了 还有重新修正他的说法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这个汉庭也很清楚情况 那所以到目前的处置的状况 台北政府有问题吗 首先这个王碧胜难得说出了一个大实话 就是在北市府在这一次没有必要去过度苛责 因为做的都非常好 只不过呢他还有一件事讲错 他说中央是26号收到通知 不是是24号中央也收到通知了 不过呢就是就中央的角度 24号收到通知 26号跟北市一起稽查 我也不认为有过度的慢 所以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我先讲结论 就是呢没有 就不论是台北市或者是新北市 甚至是中央在处理上没有人特别怠慢 好那可是呢就有一些人 马上要来做政治风向 比如王定宇 今天四个小时之前 他说呢为什么319就有命违案例 然后到了27日才有动作 这就是造谣假讯息 首先呢老实跟大家讲 就台北市政府自己最早接获到的案例是什么呢 北市府最早接获到的案例是 3月22号用餐 3月23号就医 3月24号不幸亡故 3月24号的星期天上午11点50分 台北市卫生局接到了第一例 由新北市通报的案件 然后呢当天的下午 立刻到现场进行稽查 3月25号卫生局持续和医院来进行沟通 也跟这个民众进行沟通 3月26号卫生局与中央卫福部 共同到现场稽查检验 同时呢6点半立即要求信义区的保龄查室立刻停业 到了3月27号就是所有的保龄查室 所有分店全部都停业 所以就这个速度来看3月24号接到了通报 下午就去稽查隔天跟医院了解状况 再隔天就要求停业 再隔一天就全部都停业 这个速度没有任何的迟缓跟怠慢之处 到了3月27号还有一堆人在扯 哎呀你这个什么慢半拍啊没停业啊 这就是罔顾事实 他们现在最常讲的说法呢是讲 319就有人吃东西了 你怎么到324才接到动作呢 当中是不是有问题 319的这名个案啊 他3月19号去吃饭 他3月21号的凌晨4点 紧急送到星光医院抢救 所以请问3月20号 他都没到星光医院 北市府要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再请问3月21号凌晨4点 他送到星光医院抢救 短时间恶化成为肝衰竭 败血性休克肝脂树破碗 血液拼酸 请问医生要如何在3月21号 第一时间判断这是所谓食物中毒 就你不能苛求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在短时间之内在抢着急救的过程当中 立刻判断这叫做食物中毒 因为呢这案例太特殊 过往我们认为的食物中毒 大部分就是呕吐啦 上吐下泄啊 哪有到食物中毒是肝肾衰竭的 就一个人肝肾衰竭 然后呢败血性休克 不会立刻联想到食物中毒 这个不能去苛责医护 所以到3月24号 是有第一名不幸的亡顾之后 就立刻通报给了新北 就立刻通报给了台北市 也同时通报中央 所以医护的通报没有问题 而卫生局接到了通报 立刻到现场稽查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你说这个 所以现在啊 现在如果在讲说 所谓的通报系统慢半拍的 比如说吴思瑶此聊 他骂的其实不是台北市 你骂的是医护 你说为什么324才通报 324之前归谁管 324之前归医护管 319吃饭 321送医 他3月21号才送到医院 那21号到24号在干嘛呢 在救人啊 在救人啊 这有什么问题呢 3月21号才送医 然后在干嘛 在救人啊 而且对于个案的这个医院来说 他只收到了这一个 通常我讲说 赶快通报什么 你一家医院同时收到几十个 或数人对吧 都是上吐下泄 很容易判断 是不是食物中毒 对每一家医院来说 他都是单独收到一个人 然后都不是食物中毒的症状 你怎么可以去苛责他 要求他立刻知道 这是食物中毒 强人所难 同时间啊 就这个时间点 这个绿色的政论节目 其他的台北市议员也讲说 那你324收到通报 你324为什么卫生局 没有办法马上就去这个 把这个硅压条给拿走啊 没有要求马上怎么样啊 这个也是后见之名 强人所难 为什么 因为直到现在 中央的检查都没有办法 完全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菌 或是什么毒 没有证实 目前都只是研判 就依照专业研判 然后呢是到了 到了3月26号 才知道 因为案例很多了 才知道 你们都吃了硅压条 你们都吃了河粉 所以这都要等到3月26号 病例很多了 才知道 应该是硅压条出问题 那你怎么可能要求 3月24号的卫生局 就知道 硅压条有问题 然后把硅压条带走 所以3月24号卫生局 它只能依照既有的流程 现场的盘点 然后问一下厨师的状况 这是连今天薛瑞元都说 没有问题 因为按照流程来 好 那当然你们讲说 不能够只帮台北市政府 说好话 有没有一些该精进之处 有 就是这整个的法规是什么 就未来对于所谓的食物中毒 那个所谓的规范 要更加的扩大 症状要扩大 过往我们都认为上吐下泄 就是超过6个人 就是食物中毒 那但比如说 那只有5个人的话 是不是也能够符合到食物中毒 或者呢 就你不是这些症状 是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些 什么肝肾的衰竭 是否也要进入到食物中毒的这个层次 这个要规范要扩大一点 否则的话呢 也可能陷入到官僚的问题 只有这个上吐下泄 才是食物中毒 那没有上吐下泄 就不是食物中毒 这个某种程度上 也可能会落入官僚的这个作风 所以这是未来 不仅是卫生局 这是全台的规范 都要因此而做修正 那再第二个 我认为台北市政府 也可以做精进的是什么呢 就是未来呢 这个蒋万安市长的脸书 以及像台北市政府的line 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还是要尽量的广发通知 第一时间不仅能够安定民心 第二呢也能够就是让 如果是在3月24号 那之前有去吃到的民众 能够尽速的去前往就诊 就这两点我认为是可以精进的 但除此之外的苛责 我都认为那个就是后见之明 而且实际上那都是卫生局 或者是中央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也是医护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医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医生菌 十字花 美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